我Shopee訂的鍋到了! 這邊就是我花了差不多500塊買回來的不沾鍋時間套 太美了 我覺得自從我這個鍋子我真是很開心 環說中的黑暗料理 感覺你有喝過了嗎這個? 當然是沒有啦 所以這一集就是我的Cooking Time 還有奧利局法 我覺得我這樣煮下去我都是可以參加Health Kitchen OK,所以為什麼會有這一集咧? 主要就是因為我剛剛Shopee訂的這個鍋子們來了 所以我就決定可以煮一下東西 這樣今天要煮的這個東西就是網上流傳很久的黑暗料理 其實也沒有很黑暗啊 它傳說中是一個很補身的料理來的 但是在開始之前咧 我要給大家看一看我新買的不沾鍋 因為真的超美的 開給你們看 哇收到的時候真的是莫名開心我感覺咧 我有了這個鍋子 我應該可以煮出一些好的東西了 主要是看鍋子 心情開心煮的東西就會好吃 OK? 我這次總共買了四件套 多美! 還有送這個鏟子耶 還有送這個鏟子耶 這邊就是我花了差不多500塊買回來的不沾鍋四件套 我跟你講它的顏值真的是超高的 我在Shopee看到的時候我都忍不住買 沒有對比喔沒有傷害 你幫我拿一下我們原本的那個鍋給大家看 登登! OK這個就是我們家原本用著的鍋 是不是一對比之下喔突然覺得 心馬這個 太美了 它就是一個奶白色的一個鍋底 然後它的手柄喔是一個木紋色的 超美的 它這個系列叫做Cocona Series 意思就是喔 其實我也不懂什麼意思 反正我一打開的時候我就覺得 它們超硬風很百搭 就是很簡約那種感覺 我覺得用它來煮東西應該會煮的蠻好吃的 欸這樣子四件套我到底買了什麼咧 第一款呢就是18cm的牛奶鍋 它的手柄喔夠長 可以拿來煮麵麵湯之類的 有送透明鍋蓋 第二個呢就是28cm的wok 可以炒菜炒肉燜豆腐之類的 還是有送透明蓋子 第三個呢就是24cm的平底鍋 可以煎魚煎蛋煎午餐肉什麼都可以 但是這個沒有蓋啦 第四個呢就是20cm的湯鍋 2.3L 可以包湯給大概1-3人份 也是有送鍋蓋的 ok 現在給大家看看細節啊 它這個鍋身呢是採用陶瓷塗層的 摸起來超級平滑 在光下面可以看到blinkblink的效果 然後身體上面喔是奶白色的 裡面雖然也是奶油白色 但是我還有放了一點點的那種石頭紋啦 所以就看起來沒有這樣擔掉 而且這些石頭紋喔 它們都是塗上了medical stone的塗層 所以喔具備了不沾鍋 不生鏽 抗氧化還有抗菌的效果 手柄喔是很漂亮的木紋 而且我跟你們講它的質感真的是很好 你摸上去喔它不會割手 但是也不滑手的 木的喔也不倒熱 而且它的手柄的形狀啦 有故意做到跟你平時拿鍋子的那個 手勢是一樣的 然後你拇指剛剛好壓的這個位置 還有做一個凹位 就是剛剛好給你放拇指用的 那它的底部就是長這樣啦 煤氣爐火爐電磁爐都適用 鍋蓋是透明的 然後它這邊喔有一個很厚實的木把 然後這邊有一個透氣孔 OK我剛才講它是不沾鍋嘛 接下來我們就來測試看看這個不沾鍋的不沾鍋 不用擔心我們這個又是直播 等一下我去把我的秘密武器拿出來那邊等我一下 上次淘寶買那個 這個爐大家記得嗎 我是上次淘寶的時候我拍過開箱的 OK現在我們用的這個是平底鍋 我們先煎蛋看一下它沾不沾鍋 打熱先 熱了之後我們放一點油OK 有沒有大廚的樣子 一個米西西米 兩個米西西米 三個米西西米 我們這次要做核飽蛋 核飽蛋啊 呀打爆了啊我的蛋黃 而且為什麼我的蛋會是這個樣子 也太醜了吧 這個鍋沒有問題 是打蛋那個有問題嗎 各位 我根本就沒有什麼動它 但是它已經脫鍋了 打個蛋都有問題了 啊做成火爆蛋啊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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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藥都沒有了 剛才你們講我有放油所以它不沾鍋 OK我現在把油抹掉 我們做bake bean 硬到超級無敵沾鍋的 沾鍋到不要不要的平時 我們用一個kitchen towel 稍微抹一下它 它就已經乾乾淨淨了 OK現在完全沒有油了 OK現在是完完全全一滴油都沒有放啊各位我 速出零 看不出零 опред 看到它多麼的不沾鍋嗎 因為呢這種黏黏稠稠的東西 超容易沾的 你看我一推它 而且我發現它真的很快熱耶 我現在放 喔小火罷了 基本上是完全不沾鍋的 這純豆 我覺得自從我來這個鍋子 我才是很開心 ok 现在关火 我拿一个kitchen towel 然后我一mark 它应该是干干净净了 看到吗 已经是干干净净了的耶 搞定 我又可以继续做别的东西了 超好的 看到这边有一条鱼吗 我本来是想要在这边剪的 但是我刚刚讲要剪 阿肯 你在后面骂我了 巴掌 不可以在studio煎鱼这边会很夸张油烟味 所以我们换去厨房见 ok 现在由阿肯师范的煎鱼 那鲸鱼一定要顺着下 怎麼一下去没有b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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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锅好 不然其实看来没有沾锅其实很快的 因为鱼咯我们一下去是不要动它 因为那个皮会黏住的嘛 然后现在你看啊 看到没有?不黏的哦 完美 完完全全真的是不斩的哦 哦,那鱼很美耶 煎了蛋,煎了鱼,煎了鱼 现在我们到了重头戏 就是传说中的黑暗料理 榴莲炖鸡汤 我吵你想什么 是真的很好喝的 传说中它是一个粤菜来的 没有听过的,或者你们觉得不相信我的不用紧 等一下保证阿Kent喝到要加汤 我去拿榴莲 OK,冷水下锅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鸡放进去 买不到小狗的鸡 直接最大了 放一点姜片 哇,会煮啊突然 然后放一个葱段 为什么我要放下去咧? 这个动作叫做 切肉水 OK,反正意思就是 让那个鸡出来一点 因为如果我们来煲汤的话 这些鸡肉,生肉的话 这个步骤就可以去掉一些异味 把那些蒸蒸不好的肝脏 就给它供掉出来 跟我刚才讲的一样,给它出来 来 猫三王 可以吃一狗先 官夫人,盖起来 包汤的 我们现在关火 然后捞上来 放去隔壁 很香 我觉得正常来讲 我们应该用干凤榴莲的 但是 我土豪 是摆下去啊 不是摆下去啊 Oh my god 我第一次煮这样咧 我真的是很怕fail咧 因为fail了 就润了我的猫三王 放了一个啊 剩两狗我们两个人吃 OK,放了榴莲 然后放一个红枣 给一集 还有一点巴力啊 巴力 巴力 为什么要巴力啊我也不知道 OK 然后 再倒热水下去 哇 真的很美 很香咧 看样子是啦 OK 然后 加椰酱 What? Unbelievable咧 暗暗暗暗暗暗 最重要的moment来了 请问要放多少 哇 你有闻过吗 稍微的把它搅拌一下 等着你有喝过了吗 当然是没有啦 哈哈 我根本都没有喝过 但是我觉得 会成功 OK OK 重要的意识来了 蓋盖 各位我跟你们讲 现在是超级无敌香 给你们看 Oh my god 你看那个榴莲跟那个鸡 整个studio 都是这个味道 这个是有点像什么啊 椰子鸡的那个味道 超级无敌香 但是我们要等多一个小时左右 才可以吃 这样像吗 I'm very curious curious欸 very the curious 好了啊 好了 已经剩下一点点水包了 那我榴莲啊 全部烂完了 所以榴莲是没有的 在吃了的啊 榴莲不能吃了 但是你要吃也是可以啦 OK 适合下雪 很期待耶 可以的哦 有没有 你不要以为你煮的 你就讲好喝 知道吗 就是很香 很鲜甜的榴莲味 还有鸡味 你有没有暗几个两三 没有 真的不会暗的 真的是可以的 你看我喝第四口啊 来喝一口 小味道 OK啊我觉得 好像我们去马六甲 那个陈金福那边卖榴莲那边 多多 多多多多多 我不吃很喜欢 放下你少少的耶 好吃 好吃 他刚才讲很好奇 很想吃 我是很好奇啊 你看他喝第二口就知道OK啦 你要多多耶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十分你给多少分 味道 六分 六分 哈啰 可以做Ending more 没有人 好像 很像喝甜品那样子 喝喝下 是有点蛤蜊了 哈哈哈哈 OK今天的挑战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们想要try的话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的 那种材料啊 全部都很容易买到的 你们去试试看咯 再告诉我啦 对我来讲 它不算是一个黑暗料理的 是算不错的 讲真的 这样至于那锅子 如果你们有兴趣跟我同款的话呢 我会在caption那边放链 你们就自己去Shopee买啦 重点啊 记得在下单的时候 备注写上我的YouTube名字 就是可恩 因为你写了之后 直接帮你extend warranty 三个月 本来只有一个月的 所以下单的时候 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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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写我的名字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咯 那再见 拜拜